文庆会资深艺术家系列三 一响已成 彩笔魔术师张艺雄 当然没想到我整天好地学校了 我再把他修一座 日本欧林匹过时 我修一座 我的修一座 刚才暗门都暗门去买 不然 原来我看一遍都买起来 他大概是自己痛苦的时候 也是逗人就笑 这种人性的矛盾 比他最小准 那就把他表达出来 其实我们在说张艺雄 是一个浪人性的艺术家 他们的故乡 并不是在现实的社会 他们在找寻的是 自己绘画生命的故乡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 他去另一个国度 他是一个流浪 但是从那个角度 那也是另一个乡愁对他的呼喚 他在这边说话 他在这边说话 我们要成功 第一 健康 第一 第三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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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他一要做什么 要拥着 下来是要点 下来是要点 我 我是身在安徽的北方 所以说说话起来比较轻声 也比较生动 譬如他在画的羊 很烧很烧的那种羊有羊的臭气 牛呢有它的重量 你看它的牛很重的 任重道元 他猴子好輕喔 雖然都是墨 也都是同樣的墨下去 一個看起來就很輕 一個看起來很重 剛開始的時候 畫一些古典形式的人物會畫套碼 但到最後他回歸本土 他完全以生活為主 那當然是以台灣這塊土地 為出花點 通常我們畫一個sketch 數量要三分鐘 他一分鐘可以畫出來 他到外面去就是這樣看 這樣觀察 他不是說寫他的戲 他是寫他的內在的那個意境 我認為創作是一個個人的根性運動 我有87歲 我沒有我心裡面 他就像20歲的年齡一樣 我還是一個87歲的頑童 我還心裡面還要創造 到現在我才用兩隻力 兩隻除一掉差不多就跌掉了 印象色快合照區 何兆群先生 他是整個台灣戰後成長成名的 可以說是戰後第一代的畫家 那麼他們這一些畫家 很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已經開始在自己的藝術上 比較有自己的一個主張 何老師的早期的作品裡面 其實可以很鮮明地看到 所謂的賽上的結構 它逐漸地開始脫離了 也就是說每一個色塊 跟大自然的關係更為脫離 因此它會獨立的色塊會出現 我的主觀性跟對象的客觀性裡面 主觀性拉高 所以更加自由地去詮釋這個色彩 我大哥在北市富小教書的時候 常常利用買台灣很多的鳳梨罐頭 寄到日本的出版社 這個指定跟他們換他要的畫冊 他用這樣子很艱苦的方式 用自己的方法取得外國的圖書的資訊 除了對他自己的發瘋有影響以外 坦白說我們兄弟後來做藝術出版社 也從他的資料裡頭得到了很多資訊 我是萬年學生 什麼時候去哪裡都可以學到東西 所以小朋友的話 裡面我都會找到自己不幹好 我只是很喜歡畫圖 這樣畫一輩子 靖西書畫到天涯歐豪年 靈蘭畫霸它有一個很鮮明的特質 就是革新 本來我們是活在古人的視覺美感裡面 重新回到我們應該看的一種現實世界 那麼如果我們面對的現實世界 我們就會對這個現實世界更加注意其功能與效用 就能夠改善我們的社會 那麼藝術就會輔助社會發展 那麼這個其實就是靈蘭畫派跟所謂的革命的精神 契合 郭老師他是每一個畫客都能畫 從山水花鳥人物都可以接一個處理 我想這是他的一個特長 那整個氣氛上面來看 他一方面有那一種 所謂傳統繪畫的那種雅致的一個部分 那麼也有現代生活上的那一種人間的貼切感 他春差仙然一起來 他先照顧大吉 不是從小廚漫漫畫畫到一張完整的畫 他是一下子就把整個大吉先布吉好 這個是跟傳統的山水花完全不同 我認為西花作為藝術的重心 主軸 但是有一天也會轉到東方來的 當那個時機來臨的之前 我們這些人能先做的努力 我們下一代也更多的努力 那麼這樣子 當那一天來臨 有機會來臨的話 我們是應當有的條件 就已經很充實 而不至於虛脫 這是很重要的 謝謝大家 謝謝非常重要的 謝謝 的 色彩旅人 賴傳見 我國中時代就開始對美術之外 對文學蠻喜歡的 賴仙不同於日劇第一代的西畫家 是他們在藝術的認知上 那麼他們開始有了所謂的形式主義 這樣的一個思維 我這個人畫圖 題材 主題很多 我心裡的回憶 或者是自己的一種感想 就是用畫來補充 最受到最大影響的就是立體派 特別立體派又特別是布拉鍋 我最喜歡的 賴仙在他的作品當中 雖然說他一路走的是所謂的 這一種從賽上以來形式主義的路線 但是他始終不脫離那些物像 而物像到最後歸納成是一種生命的 或是整個生活的記憶跟情調 藝術這條路 藝術這條路真的 大家都會講是滿眼的 反正我又有學過一次 好像沒有中展的一個旅行一樣 搞藝術的 永遠就是 永遠是旅人 哈哈 旅行 我是常常這樣的人 免離自己 好多穆 好多穆 會不會 表情 發露了